那個張亞中說他假投票是第一名 很好 我跟你講 這幾個人都非常好 張亞中 柯茲恩 都很棒 如果 國民黨有國民黨的機制 雖然我對國民黨有很多意見 那每個人都有意見 民進黨裡面也有意見 我有意見 但是我遵從黨的制度 如果他們黨中央最後叫張亞中 柯茲恩 其實我心目中最喜歡誰 你知道嗎 猜猜 猜不出來 我是男生 錯 柯茲恩當然很棒 還有一個人更適合 我們不是講外來政權嗎 台灣只有兩個人可以說外來政權 現在台面上通通是外來政權 所以你知道嗎 阿妹 還有一個人 高金素美 我假如是朱立倫 當然我不是朱立倫 我也不是黨主席 我就拜託高金素美加入國民黨 就是不加入國民黨 就在台中打敗陳其邁 這是我最理想的 對不對 我講錯了 打敗這個陳其邁在高雄當市長 這是我的理想的人選 市長 因為 我們想請問一下就是說 因為如果您真的有意要參選高雄市長的話 包括戶籍要簽到高雄來 這個時間也很緊迫了 可以考慮先簽戶籍嗎 可以啊 還來得及啊 你知道不知道我在高雄以前有買過房子 好還有什麼 市長這麼想問一下 所以目前的話 因為上次假投票就有四個人 那也有包括你的話 所以說如果說最後結果是你 你會願意接受嗎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為高雄市民 當不當市長是其次 市長是小意思 但是市民最重要 市民的生命健康跟生活最重要 當然這個大環境是中央嘛 中央我們是可以來給他意見嘛 對不對 那我在高雄有很深的歷史 那我說我做一個中國國民黨黨員 好多人跟我講 說要我出來拚一下 所以我就出來拚一下 對